各位先生大家好,我们来继续播讲大时代的时候,国民政府的这些人物列传,今天我们继续来讲傅作义 今天我们主要来讲的就是傅作义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他在战功上的最顶点就是发生在隋远的几次作战 那么隋远负责一队日扣的一个反攻作战,他的大环境是什么样呢?是到了1939年冬天的时候,这个时候日军因为抗战爆发之后,连续的进攻作战,他占领了很多地方 但是占领了这些地方,他的兵力还是有限的,因此随着战线的逐渐拉长 日军他的兵力不足,后勤空虚就会成为了一个问题 因此日军这个时候出现一个调整,他转为了一个战略防御状态 这样保证他把已经占领的这些战果进行适当的调整和消化 巩固自己已经完成的这个侵略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蒋介石 决定在国军各个战区序列 在能力所及的范围之内展开对日扣的反攻行动 在这种大环境下,傅多义在随远就开始了对日扣的一系列的进攻 随远在中国的北方,它属于蒙古高原的一部分 全省主要是戈壁沙漠,尤其是西部和北部几乎全部是沙漠 虽然有着丰富的矿厂,但是交通不便 不太适合大规模开采 也就是说除了矿厂以外,随远并没有其他很有价值的东西 除了核套地区以外,粮食都不能自己自读 畜牧业也不发达,全省人口只有两百万左右 那么为什么日本人会那么在意随远呢? 主要还是战略位置的问题 关东军重视随远省,不是为了对付中国,而是为了对付苏联 一旦关东军控制了随远和查哈尔 他就威逼到了苏军控制的外蒙古 这样从战略上来讲,关东军和苏军就变成相对来说均衡一些 不会是像东北的情况 如果是只占领东北,关东军在东西北三个方向都是苏军 从军事上来说,处于非常不利的位置 因此关东军一定要占领随远省 那么前面提到,东条文基率领精锐的旅团 就想占领随远全境 但是因为山西抗战局势 国军和日本的进攻的第五师团进入了一种胶着的状态 为了保证日军在山西的进攻能够达到预想的战略目的 中条文基被迫从随远开始向山西发动进攻 这样就造成在随远除了归随 也就是现在的霍和浩特还有包头 这些个别的两个重镇以外 日军只占领了随远的东部中部和这两个重镇 那么国军退守在以五元为核心的随远西部 这就给了傅作义 在山西抗战进入香池以后 他有了足够的时间休养生息 恢复实力 再杀回随远去 那事实也是这样的 傅作义带着伤亡很大的三十五军 退到了山西省的十楼 修整一段时间以后 他的兵力回升到了一万七千多人 战斗力基本恢复了大半 要知道在太原保卫战结束以后 傅作义的三十五军仅剩了几千人 那么经过这么短的时间 就能恢复大半的战力 这说明傅作义是一个带兵的良将 非常优秀的训练部队和扩大部队 尤其是他恢复的是战斗力 也就是说不仅是扩大了人数 而且这个补充的人数还达到了一定的战斗素质 这就很难得了 那这个时候傅作义就认为山西不是九州之地 他已经有了随远他的地盘 没必要再在山西省受阎西山的眼色 我们上一集讲到了 蒋介石抓到这个时机 就让傅作义以国民政府的命令 让傅作义离开山西去随远 既然国民政府下令了 阎西山也挡不住 最后他也没有按照他的预想 能够扣下傅作义的部队 因为这件事情 阎西山和傅作义就此访目 那么之后傅作义也就再也没有再归属于 近随军阎西山的血量 到达四月圆以后 蒋介石为了拉拢傅作义 遵守了他的承诺 给予了傅作义很大的军备支持 因此傅作义就能够补充军队装备 强化训练 同时完善地方政权 建设随西地区 这个时候傅作义的兵力有多少呢 35军再加上听命于他的各派系的游杂部队 总兵力不过3万多人 而日军在随远有多少人呢 大概是2万多 为什么说傅作义很能练兵 为什么他不把部队再增加的更多一些呢 因为3万多的兵力已经是随远 他这个省份能够承受的最高的兵力的人数上限了 整个河套地区是随远最富裕的地区 而这里的人口也仅仅有20多万人 养3万多的精兵 这已经是上下 那么在傅作义对日军进行大规模反攻之前 实际上在他回到了随远之后 35军就和随远的日美军进行过多次的袭击 双方面互有胜负 而日军为了对傅作义进行报复 也多次对他控制了五元地区进行大规模空战 据史料记载有一次空袭啊 28架日机轰炸傅作义的司令部 傅作义在卫视的掩护下紧急的躲入防空洞 结果他们一进入防空洞 飞机的炸弹就落了下来 这时候有一个年轻的卫视还没有掩体 傅作义一看这个情况就带着他的副官 转而进入旁边的一个掩体 将自己的掩体让给那个卫视 结果这个时候炸弹已经开始落下了 他的副官见情况紧急 就用力地将傅作义推入掩体 结果他的副官刚刚将胸部缩进掩体的时候 一颗炸弹就在掩体口炸开了 这个副官当时头部中弹 当场死亡 幸亏他用力推了傅作义以下 否则的话被炸死人可能就是傅作义 我们就看不到后来的五元大捷和北平的和平解放 到了1939年冬季 国民政府对各战区长官下令 抓住战机对日寇进行力所能及的反攻 那么蒋介石给傅作义的命令 是让他选择敌人的一个薄弱点进攻 比如随西高粱台地区的伪军 然后调动日军西进在途中附近 但是傅作义认为这样并不好 他觉得既然要进攻 就必须要打敌人的要害 进攻敌人处于赛上几个不大不小的据点 这根本对敌人没有任何的伤筋动物的损失 就算来援军最多是一千两千人 就算全奸了一也不大 傅作义作为一个军事将领 并且在中国当时算得上军界的出类拔萃的将领 他的胃口向来都是很大 他认为自己一个军人为国家效力 尤其是在抵御外扣跟外扣打仗 一定要有胆识有魄力 将外扣打得不敢再占我领土 不敢再欺我百姓 这才是军人应该做的事情 当时随远三万多日军主要的战略中心 放在龟随和包头 包头的驻军数量远远少于龟随 因此傅作义就非常大胆的制定了一个战役目标 就是进攻包头 无论从战略上来讲 还是战术上来讲这个挑战性都很高 但是一旦成功影响是非常大的 当时日军在包头和龟随都驻了大军 包头一线的机动兵力全部是骑兵 两个骑兵旅团 司令部就设在包头 包头的日军总数近万人 一个满员的骑兵旅团定义为5600人 配备军马5668匹 步骑枪3705支 重机枪12艇 野炮36门 速射炮4门战车7辆 骑兵集团下属两个骑兵旅团 那么保守估计整个的日军的骑兵兵力是一万多人 这个是那个一万多人怎么来的 但是这两个骑兵旅团中 骑兵第四旅团 因为随早会战的需要被调到了河南境内 还没有回来 因此包头地区就只剩下第一骑兵旅团 也就是6000人左右 而且日军对于他的骑兵旅团的机动力非常自信 因此他骑兵旅团的主力是驻扎在包头以东铁路线上的萨拉齐 第十三骑兵连队住在包头以北的固阳 十四骑兵连队住于包头西北的安北 等于整个第一骑兵旅团都驻扎在包头的外面 而包头室内的日军仅仅是骑兵集团司令部 和为数不多的日军卫数部队 以及司令部直辖的一个骑兵中队 一个独立战车队 一个速射炮中队 一百多名宪兵 以及委内蒙古军的两个骑兵师 总兵力也是几千人 但是伪军占了百分之七十 当然日军敢于这么做 他所倚仗的是在包头室内 已经建立了完整的防御公式 包头日军号称包头的防御能力 整个华北都是屈指可数 有数到钢筋混凝土的永久调宝群 深达数米的外豪 豪沟外还有通电的铁丝网 包头本身还有城墙 再加上他们对自身骑兵集团的这个机动力 极强自信 认为不到一日之内就能赶回来增援 因此他们敢这么在包头周边布置兵力 福德医就把这个想法汇报给了重庆 蒋内侍和他的幕僚经过慎重研究表示同意 但是打包头就意味着是一场恶战 因为包头 是平随铁路的终点 它是隋远省铁路运输的枢纽 如果包头被国军拿下来 就相当于隋远省的三万多日军被掐住了脖子 包头失守 日军整个隋远的防御体系也又彻底崩塌 因此这绝对是一场恶战 因此经过仔细的考虑和调研之后 福德医下令决心打包头 但是攻打必须用齐膝 打敌人一个出其不意 出其不意 如果不能齐膝就不能打包头 而且对于战军 为什么只能齐膝而不能强攻呢 是因为这里的包头日军数量虽然不多 但是有坦克有宿舍炮 更不用说轻重机枪了 防御阵地也比较坚固 正面强攻 能不能攻下来不好说 而且一旦相持周边的日军骑兵主力 迅速回援的话 那么攻打包头就会得不偿失 所以必须要打齐膝 再一个就是一定要布置打援的兵力 一定要拦截和伏击四面增援过来的日军 如果拦截不住 也不能进攻 既然要齐膝就要迷惑敌 因此在下定决心之后 负责役开始用计策迷惑日军 包头战役之前 他命令部下在日军对峙的第一线阵地 大兴土木 修建更为坚固的阵地 那么这个大兴土木呢 就让与35军对峙的一线日军 很快就发掘了 日军指挥官认为35军畏惧日军的威力 试图进行全面的防御 同时傅作义还让后方的剧团赶到一线未来的光兵 做出一副要迎接新年的样子 这个时候不适于大洞干戈 35军阵地锣鼓齐鸣 晚上更是热闹 日军的警惕性就开始降低 认为35军准备过年 绝对不可能进攻 并且这个时候是随远的冬季 那么塞外的冬季天气极为寒冷 晚上可以达到零下40度 滴水成冰 隋远境内包括黄河在内的大小河流 全部接力 这种情况下用兵 一般来说不是名将 一般不可能做得到 因此日本人认为 傅作义在这种情况下 进行大规模进攻的可能性极低 那么最重要一点就是日军 这是1939年 还是属于抗战初期的纪念 日军在骨子里认为国军只能防御 并且还防不住 认为国军不可能掉过头来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这是当时日军的普遍心理 这使得傅作义 他的那些迷惑型的计策都产生了作用 作为名将 傅作义在准备大规模反攻之前 把兵家的轨道用得淋漓尽致 就在前方的这一系列的烟雾弹 起作用的同时 傅作义把大量的后勤物资东运都已经准备好了 战前的物资准备已经完成 那么包头战役到底要怎么打 傅作义刚开始的计划 并不是和他后来整个战斗过程是相同的 他刚开始的设计 他的初步计划呢 是准备调动一步 阳攻萨拉奇 将日军引出包头阵地 然后主力杀个回马枪 一举攻入包头市区 与此同时以一步在路中射服 拦截歼面各地赶来增援的日军 傅作义这个时候能动用的兵力并不多 总共只有三万人 除去防御后方的机动兵力只有区区两万人 而隋远日军的总数是两万人 还有七个伪内蒙古骑兵师 伪军的兵力也在三万人左右 因此在兵力上来讲 日军日伪军占优 而傅作义处于劣势 12月18日包头战役开始 首先是中央军骑兵地肉军 门炳越中将奉命 率部进攻萨拉奇的日军 那么萨拉奇打响的同时 傅作义下达了进攻命令 因为包头日军不多 而府军的日军众多 因此阻击援军的部队多于攻坚部队 主攻包头的部队是由孙文峰 这是傅作义的爱将 的第31师加上炮兵25团为主攻部队 另外一元大将董奇武的101师担任 昆都仑到包头之间的组员任务 袁庆荣的第32师负责阻击 雇员 大车泰方面的日军 一个是主攻 两个师负责打员 这三个师就是35军的全部了 隋远地区除了35军这三个师 就是门炳月的骑兵军 地方的警备旅 以及宁夏军阀马红斌 八十余军的一部 这些部队剩余部队的兵力非常单薄 基本上派不上太大的用场 孙兰峰的第31师经过一天的急行军 冒着夜间零下30度的严寒 在19日黎明到达了包头附近 正巧这个时候 因为萨拉奇附近中日两军激战 但是因为国军的兵力并不多 是以骑兵为主 现在已经撤退了 所以包头城外的骑兵集团长 小岛集荡中将错误的判断 国军是以小谷部队四处出击 扰乱日军 也有可能进攻包头 但是力度不会很大 那么小岛集荡呢 就在20日的凌晨 也就是国军全面进攻之前 命令部下的机动兵力 也就是骑兵的一个中队 配合坦克炮兵 组成所谓的扫荡队 由熊川连队长负责指挥 开城 出去扫荡 小岛集荡中将本人 并没有参加这个讨伐队 他带着卫戍部队继续驻扎在城内 而机动兵力莫名其妙的出城 就帮了在城外正等待进攻的孙南风 一个大忙 因为包头城内的日军更加的空穴 战机难得 傅德义下令第31师立即发动进攻 那么31师就以91团 93团 于于林瑞团的三个团为主攻 92团为预备队 93团一马当先 那么副作义的部队对包头进行棋息 日本人是完全蒙在鼓里 不知道 行军距离这么长 又是上万人的大部队行军 实际上是瞒不住的 老百姓们隋远的这些猛汉百姓 早就看到了国军在往包头去 可是没有任何人向去日军汇报 为什么 因为日伟在隋远的统治 对于当地的已经很贫穷的汉猛群众来说 是一场更大的噩梦 日伟军实行的是一种合则而鱼的统治方式 这使得汉猛群众对日寇的统治深恶痛绝 没有人愿意去给日军报信 相反来说 更加希望副长官 这个之前统治隋远 给隋远老百姓带来福利的这个老长官 能够把日寇从隋远驱逐出去 比如说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当时93团遇到了一个参与过包头 公事修建的爱国青年叫王有良 这个王有良知道国军是来反攻包头 当时主动要求给他们带路 当时93团的团长安春山就说 你给我们画个图就好 别去了打仗太危险 一不小心万一子弹没张眼 这多不合适 那么这个王有良就说 说图画的不清楚 你们万一摸错了 摸到鬼子的机箱火力下去 就麻烦了 我一定要亲自去 我们生长在这个大漠上 没有几个pass 只要能把这帮狗娘养的鬼子打走 我命没了也值 于是这个王有良的青年 叫王有良的青年 就亲自带领了93团 一马当先潜入到了包头城外的公事群 这个王有良非常清楚 公事群里边的具体的这个兵力的设置 因为他在几个月前刚刚参加完公事的修建 因此他带着安春山的93团官兵 从没有日委驻守的一个碉堡军 巧妙的突入 绕过了没有通电的电网 而在包头整体的防御权上 他所指出来的是唯一的一个漏洞 就这样93团的官兵一枪没发 来到了包头西北城墙最适合攀爬的水坝洞 而日委军这个时候还完全的蒙在锅里 安春山马上命令部下爬上去准备突袭 当时零下30度的低温 城墙上都接了兵 梯子一放上去就滑倒 轰的一声 城上巡逻的两个内蒙古军的士兵就发现了 当时安春山心叫不好 齐齐叫失败了 而且93这一个团 93团一个团就在城墙下 一旦日委军展开猛烈的火力 从上而下的袭击 那么93团的损失将很大 就在安春山决定是不是要拼此进攻 强攻一下的时候 一个戏剧性的场面发生了 两个蒙古士兵看到城下有活军以后 就问你们是中国人吗 安春山犹豫着一下说 是啊 我们是副司令的35军 那两个委内蒙古军的士兵马上就说 好啊 我们也是中国人 大家都是中国人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你们不要从这里上 这边城墙都接兵了 梯子放不上去 你们快从这边 这边更容易上来 就给安春山指了一条道 让第一营的官兵顺利的就爬上了城墙 上了城墙以后 安春山马上对这两个蒙古士兵表示感谢 那么这两个蒙古士兵就说 你们放心这里白天是我们蒙古兵和日本兵共同手 一家出一半兵力 到了晚上 日本人怕冷怕累 他们只留几个人 基本上都是我们蒙古兵防守 日本兵都在城门附近架着枪烤火的 我在前面给你们领路 你们后边跟着 日军问口令 我们来答复 你们靠近了就冲锋 保证没问题 就这样 安春山的这营的官兵跟在两个蒙古兵的后面顺利的混到了西北门附近 沿途碰到了蒙古兵看到跟在这两个蒙古兵后边的一看就是国军的士兵居然没有一个人开枪事情反而又惊又喜的给他们束大拇指就这样国军的士兵啊这一个营的精兵在蒙古士兵的带领下摸到了西北门 果然看见日本兵在那烤火 枪都架在旁边 那么其实所有成功的必须要素这里都具备 那么这支部队 安春山的这个营又是负责役训练的精锐35军中的精锐 因此这几十个城门口的日军啊 就被他们迅速的解决了 包头的西北城门就这样 顺利的落在了这个傅作义部队的手里 据后来傅作义的手下回忆 当时包头战役打响的时候 天气极为寒冷 枪栓冻的拉不开 后来有人向傅作义汇报 傅作义指示 你们第一天在隋原打仗啊 往枪栓尿尿尿尿了以后赶快的 就这样艰苦的环境 傅作义的部队占领了包头西北门 对包头的日军展开了成功的棋栖 那么日北军听到枪响 发现情况不好 可这个时候什么情况都不知道 下的只能慌乱的四处组织反击 但即使这样 因为兵力的悬殊 西北城门附近还是出现了紧急情况 因为在城门上仅仅有安春山团的 第一营的一个班 由连长姚德增上位率领 余部已经杀入城内 可这个时候 西北城门附近的 委内蒙古军骑兵师的一部 开始向城门发动反攻 可是35军的战斗力真不是盖 一个班将上百个蒙古兵死死的掌握 姚德增上位亲自拿着伯克枪 指挥着对进攻的蒙古兵 展开精准的射击 那么这个营的主力 趁着日北军混乱不堪的情况下 顺利的就冲进城 占领了包头日军的储备仓库 这个仓库是包头日军主要的军火仓库 而这个占领为后来的攻坚战 起了重大的作用 那么在西北门打响的同时 93团余部立即前进 他们和西北门之间 有着委内蒙古军的一个团 93团本来打算奋勇的冲杀过去 想着收拾掉这个委内蒙古军的一个团 怎么也要一两个小时 结果没想到这个蒙古团一枪不发 看着93团从他们的阵地通过 顺利的就登圆到了西北门 不仅如此 当他们发现93团携带的弹药不多的时候 这个蒙古团还送给了他们 石箱的子弹和石箱的手子弹 然后主动撤退 在93团进攻的同时 91团等部也全力进攻 经过激烈的短暂的进攻 91团警备旅第一团都先后攻入了场内 那么这个时候形势对于傅作义 齐西包头的这些部队来说是一片大好 如果能够有一个统一的指挥 那么包头城可能一夜之间就可以大部分拿下 但是国军的通讯系统落后 突入的各部互相之间不知道对方的进展 没有统一的指挥 各自为政 这样就影响到了战果 经过最初的慌乱之后 毕竟日北军在人数上占有优势 他们就稳住了阵脚 在得知城防已经被攻破以后 他们进入城内的阵地继续死守 这样战斗就被拖到了第二天 那比较可笑的是 这个时候城内的骑兵集团司令小岛 仍然认为是小谷国军的袭扰 以至于在驻猛军总司令港部支三郎 询问是否要增援的时候 他还说不用 小谷日军 小谷国军我们完全可以对 到了20日上午 新31市市长孙南风 已经克服了通讯问题 进行了全局指挥 他命令已经入城的国军 全部由93团团长安春山指挥 这样在得到了统一指挥下的35军 入城部队就和日军展开了激烈的向战 但是包头内部守卫的日军 这是1939年 日军的战斗力依然顽强 很多据点 日军都是战志全部被打死 才被国军占领 因此城内的战斗极其的惨烈 反复的拉锯 没有携带太多重武器的国军 对于日军的据点 就变得一筹莫领 这个时候 国军得到了谁的帮忙呢 就是包头城里的这些猛汉百姓 他们对国军的齐齐包头 给予了极大的支持 甚至很多年轻的小伙子 拿起了枪炮 帮助国军对日军的据点发动进攻 再加上他们地理上非常熟悉 能够带领着国军找到日军攻势的弱点 或者是防御的死角 在这种帮助下 到了下午三点 包头全城三分之二的城区就被国军占领 日军退守动难一角 甚至在城头已经升起了青天白日旗 这个时候司令官小岛才意识到 这不是普通的日国军小谷袭击 而是大规模的进攻 他开始向四面求援 而包头周边的日军 骑兵部队开始向包头支援 那么傅作义早已安排好的 伏击援兵的计划就开始起作用了 那么傅作义打阻击 水平也很高 比如说举一个例子 就是十三骑兵 日本的十三骑兵连队 他往包头赶 那么刚开始他碰见的 是新三日一师麾下骑兵游击团的阻击 这种阻击兵力很少 就纯粹是恶心你 打一下 你过来我就跑 那么这样呢 十三骑兵连队就逐渐觉得 只是小谷国军部队的吸扰 不在话下 不要放在心上 那么就这样 当他们碰到 新三日一师九十二船 和隋远游击军一旅的阻击的时候 他们依然以为是小谷国军部队吸扰 下令部队长驱直入 就这样 十三连队完全进入到国军步兵优势兵力的伏击圈 几个小时激战惨败 大部分被消灭 连队长小元一名大佐 本人重担受重伤 被布下台上坦克 侥幸才回到护院 最后只有三百多人拼死突围出来 而日军另外一个十四连队更惨 他留下了一半兵力守城 然后一半的骑兵赶赴包头 那么连队长小林一南大佐 轻视国军战斗力 加上急于增援包头 根本就没做战场 带着几百骑兵 就一路狂奔 长驱直入 沿着公路就杀向包头 结果就撞进了 国军新边第五旅 王子修部的伏击 这个骑兵 很多连马都没来得及下 就被击毙了 卡车更是被打了千疮百孔 日本兵被烧死在卡车上 而连队长小林一南大佐 头部重弹 当场死亡 最后只有一百多人 靠着策马狂奔 才侥幸逃脱 但是真正去援救包头的日军 却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 一个转折 这怎么说呢 前面提到了 包头派出了一支 四百多人的扫荡部队出城 这是在讨伐队队长 熊川连队长的率连下出去 那么包头这边枪一响 熊川就意识到 包头那边出事 就赶回包头 结果在城下 与国军的进攻部队遭遇 双方发动了激战 那么因为讨伐部队 它是虽然四百人 但是有坦克和炮兵 国军当时就认为 这是萨拉奇赶来增援的日军主力 就调动重兵予以打击 可是没想到 这个错误的判断 就造成了一个不良的后果 从萨拉奇赶来的日本骑兵 第一旅团 旅团司令部和支出部队 就利用讨伐队和国军激战 顾不上讨伐队的死活 趁着这个空档 就突入了包头城内 给包头城内 正在赋予顽抗的日军 一个很大的增援 这股日军的增援 使得包头日军最后的坚守 就有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天晚上 进来增援的骑兵第一旅团 这个直属司令部和他直属部队 就趁着夜色发动反攻 但是被安春山团长率领部队击溃 双方面就进入到了僵持 而这个时候 日军的大部队 正在源源不断的 向包头赶过来 安春山决定第二日早晨 发动全面总攻 再次歼灭了日美军 很多中小据点 这个时候的日军 就已经全部归缩在 以司令部所在地 为核心的阵地中 但是这个最后 负予顽抗的据点 很难被攻下来 雕宝群异常坚固 配备了大量的机枪和制弹筒 还有速射炮 轻武器根本没有任何作用 而城外 讨伐队不断地向城里 试图突入增加增援 全天发动了五次进攻 最后全部遭受惨犯 最终讨伐队仅剩一百多人 两辆坦克都被打断了履带 自身难保 只能逃到城中的一个雕宝群躲避 日军的第一轮增援 实际上损失惨重 13连队覆灭 14连队遭遇伏击 几乎全军覆没 而各地出发的 韦内蒙古军 也遭到国军拦截 伤亡更大 302团团长郭敬云 就包围歼灭了 韦内蒙古军一个团 俘虏了团长和三百多人 但是情况 并没有向着国军 有力的发展 因为铸猛军主力部队 26师团 开始全力登连 26师团是以关东军精锐的 独立混乘 第十一旅团为机干 1937年编阻而成 基本实现了摩托化 机动能力极强 因此26师团的先锋 两个步兵大队 非常快的就接近了包团 虽然外围的国军 与这两个步兵大队展开激战 但是这个日军的战斗力 的确是强劲 顶着伤亡 居然连续击退组员的各部国军 成功的突入到包团城外 第31师的师父 王草王 31师师长孙兰锋没有办法 在警卫营的掩会下撤退 日军紧追不舍 国军只得放弃了一个炮兵连 用这个炮兵连 延误了日军的追击 这才甩开了日军的追击 那么新31师这个时候万分危机 内外加击 幸亏新32师两个主力团火速赶到 这才稳住了局面 但是局面刚刚扭转 26师团后面紧跟着几个大队 又相继的杀到 形势再度急准之下 幸亏负责阻击的国军101师赶到 双方面 这才进入到一种对峙状态 虽然傅作义的35军 这个时候控制了包团的三分之二 但是你城内的敌人没有消灭干净 城外敌人强力的增盟部队已经来了 如果不撤退就要和26师团决战 35军在包团的全部兵力还不到2万人 26师团加上第一线的骑兵第一旅团 总兵力超过了2万人 也就是说日军 我们这里还不是说日伪军 是日军的作战人数已经超过了国军作战人数 如果再继续打下去 那么35军就非常非常危险 傅作义这个时候亲自赶到了包团外围 离31师的指挥部仅仅只有200米 对战局进行了详细了解 傅作义做出了决定 必须撤退 包团反攻的目的并不是争夺一城一池 而是为了消灭日军的有成力量 击破日军试图暂时防守的军事意图 这个目的已经基本达到了 既然敌人的实力现在比我们强 没有必要再和敌人进行应拼 虽然撤退的命令下达了 但是已经打到城里的两个团的国军将士 都不愿意撤退 包团城里的这些老百姓 在帮助国军消灭日扣的过程中 给国军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么有的战士就说 我们不能丢下包团的老乡 我们已经丢过一次包团了 我们不能再丢第二次 因此在城外的国军已经纷纷撤退的时候 城内的国军还是一个不动 最后安春山没有办法 他编了一个瞎话 他说这不是撤退 而是暂时出城去追击逃敌 就这样战士们相信了 他们才愿意出城 那么这些战士以为只是暂时出城追击逃敌 所以认为一旦胜利就会回来 他们把自己的披戴衣帽子 甚至是内衣都留在老乡家 准备回来再去 出城以后 当他们知道真相的时候 各个通回楼梯 还得是负责役最后亲自过来跟他们说 说我们保证将来我们一定会收复包团 我们一定会把鬼子打出岁源 包团战役三天四夜 毕伤日北军三千多人 击毁日军汽车六十多辆 坦克四辆 炸毁军火仓库一个 日军一个连队长死亡 一个连队长重伤 为内蒙古军团长背负一人 背负一人投降数百人 但是三十五军伤亡两千多人 损失也不轻 但是这场骑袭包头的精彩战役 也让日军被打得心惊肉跳 在国军全线撤退的时候 二十六师团支援的日军 虽然兵力上占有优势 依然不敢紧随着国军追击 他们只能远远的跟着三十五军 等到三十五军离开他们的地盘 他们马上转身回到包头 因为他们已经被副作义的 伏兵给打破了 那么包头战役结束了 虽然包头没有最终拿下来 但是给随远的日北军 造成了极大的震斗 日本人 1939年的日本人 什么时候吃过这么大的亏疑 因此祝蒙军总司令官 港部支三郎 非常的生气 他把负责包头防御的 骑兵集团司令官 小岛吉达 骂了一顿 而他自己本人 也被日本军的大本营 呵斥了一把 吃了亏 就要找回来 原来他们轻视 副作义的三十五军 那么现在 吃了亏 就不能再轻视了 于是日军决定报复 1940年1月15日 祝蒙军司令官 港部支三郎 下令 严惩 负责役 出动 祝蒙军的所有主力 务必歼灭 随息的 负责役部 当时他们喊出的口号是 此战务必扫平核套 全监负责役军 当时港部支三郎 亲自指挥 集中了26师团 第二独立 混乘旅团 骑兵旅团 总兵力高达三万多人 再加上三个 委内蒙古骑兵师 以及 之前在百零庙战役的时候 就提到过的 汉人的伪军 王英部 三个步兵师 伪军也有1.5万人 这样加起来 总兵力4.5万人 当然伪军的战斗力 差点意思 那么负责役 有多少兵呢 35军 再加上有散部队的总兵力 也只有3万人 那么从人数上来讲 日伪军已经超出了 傅作义的部队 那么隋西这一带 除了沙漠就是戈壁 只有核桃附近 有些小的沟壑 根本是不是适合于防御的地形 对防御一方不利 因此 从这个时候战役前的对比来说 傅作义 无论是人数 还是装备 还是地利 都不占有上风 但是傅作义 有一个优势 就是他早已做好了准备 而且日军刚一动 隋远的军统 中统特工 马上就把情报 发给了傅作义 作为一个中国军人中 极为善守的将领 傅作义 深刻的明白 手要根据你的有力因素来守 不能死守 所以傅作义很快就制定了战略 绝不死守五元 而是有计划的放弃五元地区 兼壁青野 不给日军留下任何东西 尤其是粮食 在日军进攻的同时 利用地形优势和伏击战 给进攻日军 予以打击 消灭他的有胜力量 同时派出大量的游击部队 不间断的骚扰 在开战之前 他早已经将随西的政府机关 学校 以及所有的非战斗人员 全部向西 迁移到了宁下去 那么35军这边刚刚部署完毕 日军的大兵就来了 日北军进攻分为左右两路 右路是以两万多人的黑田重德 第26师团为主力 又以日军的骑兵旅团 第二独立混城旅团 以及三个伪蒙古骑兵师 三个伪汉人步兵师 共两万多人为左路 左右两路 气势汹汹的杀过来 还出动了飞机12架 和大量的坦克重炮 包括载重汽车 也有数百辆 港部支三郎亲赴包头 召见两路指挥官 骑兵集团司令 小岛急葬中将 和26师团 师团长黑田重德重将 做最后部署 1月28日日军分为两路 发动全线进攻 那么首先接火的 就是左路日军 和门炳月率领的 中央军骑兵第六军第七师 交上火 双方们小打了一天 小打了一天 都有一定的伤亡 那么晚上 骑兵国军的骑兵师 就转移阵地了 日军继续前进 紧接着 中央军骑兵第九军 在战略要地 马骑渡口和日军激战 这个时候 河面都已经被冰封了 日军必须渡河 所以冒着国军的炮火 强度冰封的河面 在这里 国军骑兵利用地形优势 和日军血战了两日 死死的阻挡日军的推进 两日之后 日军才凭借着火力优势 击退了中央军骑兵地肉军的阻击 渡过了 渡过了这个河 渡过了河 左路进转不顺利 右路也不行 右路的26师团刚一出击 就碰到了 宁夏军阀马洪奎的 81军35师的拦截 我们之后会专门讲 宁夏 宁马 清马 他们的抗日表现 那么在抗日战争中 宁马的战斗力 还是充分的得到体现 26师团 在各路日军中最强大 重武器也最多 他又是关东军的主力旅团 为框架组建起来 即使这样 他后来还用上了毒气弹 但是苦战一天 仍然没有让 马洪奎的 821军35师后退一步 经过数日苦战之后 在得到了后援的情况下 这才最终击破了 国军35师的防线 35师根据计划 向侧后方转移 但是 宁马的骑兵 发挥他们的优势 这个军的 821军的骑兵旅 始终尾随着日军追击 不断的对日军 进行骚扰和破袭 日本人当时头疼不已 却没有办法对付 因为你追不上 他打你就跑 你不打他了 他过一会儿又过来骚扰你 所以头疼的不行 那么26师团 从28日开始进攻 直到2月1日 才占领了乌布兰可和乌镇 821军全部转移到海拔1500米以上的廊山 日军根本就不敢追击进入 那么821军撤退之后 第二线的董七五 101师继续和日军激战 1013个团 依靠地形和地貌优势 全力阻击26师团的推进 当时国军打得很艰苦 董七五后来回忆录里就谈到 两次他记忆深刻的 他也认为打得最危险的两场仗 其中第二场就是这个时候 他打的阻击战 最后董七五他要亲自到战壕里 跟敌人去血战 这才保证完成了战斗任务 最终日军在强大的火力的配合下 这才突破了董七五的防御 董七五为了保存 最后的一点骨血和力量 那么三个团放弃阵地撤入狼山 因此26师团作为日军最有力的师团 在他的进军过程中 碰到了国军八十一军和101师 强有力的拦截 几乎没有一天不再作战 异常艰苦 再加上天气寒冷 这对26师团的日军来说 这是一种痛苦的折磨 那么刚刚摆脱了101师之后 日军刚前一天又碰到了孙兰锋 新31师的伏击 岸春山岸春山这个突入包头的猛将 再一次用鲁尾隐藏了他的部队 伏击了日军的先头车队 日军汽车被击毁数量 鱼部吓得赶忙溃退 那么在日军反应过来以后 以坦克为先导 杀过来准备报复的时候 93团已经撤出了伏击区 让日军扑了个空 那么26师团没有找到伏击的国军 以为国军撤退了 继续向前进 结果在黑石虎 遭遇到93团第二次伏击 安春山再次射服 结果日军又被打死打伤一百多人 而且安春山这个团的士兵 经过和日军的作战 也长了心眼 他们专门拿手榴弹 去炸日军的卡车 为什么 卡车上全是挤痒 日军来攻打附作一的部队 是长途奔袭 吉仰全部在卡车上 吉仰被炸了 要想再从包头再运过来 那就又要会花一段的时间 和车辆运输 这样就给日军的后勤保障 提供了一个很大的难题 所以安春山的士兵 安春山团的士兵打出了经验 右路一团周 左路的日军又一次遭到巨大损失 日军的骑兵旅团 在摆脱了数量不多的中央军骑兵师以后 就沿着公路进入到了一片沙漠地带 而这里等着他们的是熟悉地形的35军第32师 他们已经在一段沙丘准备好了一个伏击圈 就等着日军骑兵进入到这里 就在日军进入到沙丘 卡车行进不畅 需要工兵铺路的时候 32师发起了突然性的攻击 日军骑兵旅团措手不及 遭受的比较大的损失 那么之后和中国军队和国军的部队击降了数日 最后也是凭借着火力和兵力优势 突破了沙丘地带 但是这一路走来 左路日军和右路日军都是狼狈不堪 经过一周的苦战 日军复出了一定伤亡以后 顺利到达了五元地区 对五元进行了合围 日军攻打五元还是花了心思 让伪军留在二线 日军具有战斗力冲在最前面 可是五元城早已经在负责役的指挥下 撤退一空 粮食物资全部运动 日军铺了一个空 一拳打到了空处 得到了是一座没有人的空城 而负责役有计划的撤退 兼必轻野 日军所到之处 找不到粮食 水井也被填埋 那么港部支三郎知道 没有抓住三十五军的主力 仅仅占领了一座空城以后 极不满意 命令手下立即追击 那么两个日军没有办法 只能全力追击 可是他们连三十五军的一根矛都找不着 而这个时候 傅作义又开始一个新的战法 他从五元车头以后 编组了高达数百个战斗小组 每个战斗小组多得一个牌 少得一个半 渗透入日军所在的区域 以游击战方式不断的打击日军 打的日军 小股部队根本不敢出城 资重运输队必须用重兵保护 电话部线兵 甚至送信的通讯员 也得需要重兵保护 为什么说傅作义 他的军事指挥能力强 他的部队掌控能力高 为什么说傅作义 他的部下对他的忠心耿耿 因为傅作义这个人带兵是很有一套 不仅仅说是傅作义 他和他的士兵 吃喝拉撒都是同样的对待 这是一个基本的掌控部队的 一个需要做到的事情 要官兵一视同仁 所以说傅作义他的35军可以说是七路半 跟霸卢军很相像 那么傅作义还有其他的超出其他将领的一个长处 35军3万人 傅作义可以基本上叫出排长以上所有军官的名 不姓迅国的兄弟 他把迅国官兵的名字 年龄 籍贯 阵亡时间写在一张白布上 最后在抗战中最多的时候 他的指挥部里边有三间房子挂满了几十张的白布 写的全都是35军阵亡官兵的信息 那么傅长官这么做 他手下的士兵自然看在眼里 这是为什么傅作义他手下的官兵 尤其是35军对他忠心耕耕的原因 日军虽然占领了五元 但是35军并没有崩溃 相反来说 35军却越打越是风声水起 利用地形地貌 利用对地理的熟悉 那么以自己的机动力极强的小部队 以上百个不大规模的阻击战 伏击战 给予日军不小的损失 积少成多 那日军在兼蔽清野的情况下 站不住脚又疲惫不堪 还屡经骚扰 再有了损失 因此时间一长 顶不住了 决定放弃五元 全线后撤 那么取得这样的结果 这样的成果 35军也是付出了很大的伤亡代价 他的损失 从三万人锐减到了一万六千人 正常来说 一个部队如果战损达到了接近50% 这个部队会崩溃 但是35军在副作义的指挥下 依然保持着高昂的斗志 那么日军内部这个时候也出现了争论 争论的双方 一方就是驻猛军司令官 港部支三郎 港部支三郎还是很有军事头脑 他认为随西战役 实际上日军并没有取得战果 35军的主力没有找到 负责一部的主力并没有被削弱 甚至消灭 而日军在没有后勤支援的情况下 深入随西作战了一周多 伤亡超过2000人 被摧毁无法修复的汽车高达100多辆 坦克都被击毁了5辆 而驻猛日军的实力 根本没有办法去维持 长期驻守五元一线 在这种情况下 港部支三郎认为 应该将主力的日伪军全部撤回 放弃五元地区 可是他的参谋长田中新一少将却反对 这个田中新一少将他所代表的就是日本军部 军国主义那批少壮派 这个人在七七事变初期的时候 曾经强烈地抨击过 主张不扩展的宣瓦尔 这个田中新一少将认为不能放弃随西 相反应该是想办法占领随远全境 但是这个田中新一在日本本土属于军部强硬派 他是有后台的 港部支三郎虽然知道他说的纯属胡扯 但是港部支三郎并没有直接就驳斥田中新一的想法 那么港部支三郎就取了一个折衷的方法 他说可以控制随西地区 但是应该以伪军为主 就算将来被副作义打没了 他也不心疼 结果这个田中新一 杨凤因为 他居然在五元留下了日军的一个混合连队 达到三千人之多 另外还有伪内蒙古军三个师 伪汉军三个师 总兵力超过一万 那么他布置完了以后 港部支三郎才知道 但是既然参谋长已经布置完成了 港部支三郎也就勉强同意了 那么留在五元地区的 这所有的日北军都是统一有五元的特务机关长桑原 黄一郎中佐指挥 田中新一想得很好 我留下的部队将来这里很快就会变 变这个被建设成 固若金汤的日战区 可是当日军主力刚刚撤出五元 傅罗毅就知道自己反攻的机会来了 他立即组织一线部队八千人准备开始反攻 当然反攻并不是强攻 35军在这两个月抵抗日军的过程中 损失也很大 重武器也缺乏 硬攻五元不仅久攻不克 而且如果日军再回头增援的话 估计又要吃大亏 于是傅罗毅又是使用老的计策 想办法把五元的日军又引出来 伏击见面 那么按照刚开始制定的计划 2月19日 非正规军的随远游击军向五元城发动阳攻 日军果然中计 集中了500多人带着八门重炮 乘坐了40多辆汽车出城扫荡 三个委内蒙古骑兵师也随日军一同出战 那么随远游军军且战且退 就把日军引进了伏击阵地 可是就在日军就要进入伏击阵地之前 结果他发现前面有大量国军埋伏 这怎么发现的呢 实际上是蒙古兵发现 蒙古兵土生土长 他们就了解这里的地形地貌 他们发现前方的地域隐隐有一些洋沙 又有一些鸟类在上空盘旋 就判断出有大部队再次潜伏 那么这里牵扯到自己要进伏击权送死 当然蒙古兵不愿意干 他们就向日军进行了汇报 这样日军调动飞机侦察 就发现了国军的埋伏部队 发现了埋伏 日军掉头就跑 新31师93团 安春山这个团 发现日军撤退 马上冲上去拦截 一度将日军大部位拦住 吃掉了其中一部分 但是因为日军撤退的太快 后面埋伏的各支部队 没有来得及跟上 最终日军还是杀了出去 就这样 出行的日北军大难不死 逃回了武援 那原来的计划 就是将日北军主力诱出武援歼面 然后再强攻武援 避免异弱打强的攻坚战 可是现在日军主力 没有遭受什么损失 就退回了武援城 那么计划就要变了 那么虽然第一次反攻武援 没有成功 但是却起到另外的效果 是什么呢 就是港部支三郎非常震惊 他认为我的主力刚撤 你国军就敢主动进攻 说明国军的有声力量依然存在 根本就没有太大的损失 武援地区会很危险 因此港部支三郎认为 隋西务必要放弃 我没有力量控制隋西 但是你在那里 又有着强有力的对手 长期死守下去 不但武援城保不住 城中的日军保不住 搞不好 我这边还得像天游战术一样 不断的增援 增援就意味着 更加惨烈的伏击和阻击 转接说话 这是赔本买卫不能再干了 于是港部支三郎就命令 该地的日军全部撤退 港部支三郎当时下的命令 是让武援城内的 那个日军混合联队撤退 留下伪军防守 可是他不知道的是 武援地区还有一支 一千多人的日韦警察部队 这是田中新一瞒着他 放在那里的 这里边日本人还有数百人之多 因此在日军主力离开武援的时候 日军的警察部队仍然在武援驻扎 那么35军这个时候经过包头战役 随系战役 以及第一次反攻武援战役的消耗 损失是很大的 那么他的战损报告报上去之后 蒋介石认为傅泽义有可能坚持不下去了 当时他的下命令给傅泽义 让他去兰州就任第八战区司令长官 取代朱少良的职务 而35军全部向宁夏退却 蒋介石对傅泽义还是很好 他想收买傅泽义 那么收买过来以后 傅泽义既然忠心于国民政府 听他的命令 蒋介石是真心怕傅泽义在隋远支撑不住 真心的怕他的35军最后被打垮 35军去宁夏 虽然在宁马的地盘 但是仍然听傅泽义的命令 所以说蒋介石对傅泽义还是很好 但是傅泽义不想走 因为他手上还有一万人的35军作战部队 他的这股精兵真的是很能打仗 损失这么大 依然战力 没有丝毫的减弱 那么五元地区的日北军已经精疲力尽 就到崩溃的边缘 而隋远又是傅泽义苦心经营的地盘 不到万不得已 他绝对不愿意离开自己的王国去宁马的地盘 因此傅泽义决定再选择一个好的时机 第二次反共五元收复随西 为了进行准备 他命令检员很大的35军 缩边 团缩边为营 营缩边为连 为战斗做好结构上的准备 再一个将之前对五元兼壁青野的时候 埋在地下的大批军火物资 全部都起出了 武装部队补充 保证部队的战力 恢复到全盛时期的状态 而决战 进攻战的时间 放到了3月20月20日之后 为什么 这个时候黄河开始解冻了 隋远境内的河流也纷纷解冻 这样大水加的冰块顺流而下 就灌满了五元一线所有的支流和人工核取 这使得日军的坦克大炮汽车都难以发挥作用 就限制了日军 他占有优势的机动力 那么对于五元的进攻 仍然不能强攻 应该采取的是棋袭 那么谁来棋袭 这个重任又一次落在了 公路包头的金三十一师九十三团 也就是安春山的那个团 那么安春山的九十三团 在之前的作战中损失比较大 那么他从这个九十三团中选了一批精锐 又从隋远游击军和武林警备旅中选了一批老兵 最后选好了八百名精兵 就这八百名精兵 才这个担负起齐息的这个重任 3月18日 福德义下达进攻命令 各部开始向武援靠拢 当时三十五军的将领们有一些 认为三十五军损失比较大 这个时候正面攻击日军是否是合适的 那么福德义在动员大会上 他就说 他说我是下定了决心要打的 就是剩下一兵一卒 我也绝不离开 隋西的一步 我绝不能离开这块土地 和在这块土地上的十几万民众 我们的部队有着世人尽知的抗日的光荣历史 相信大家都十分真爱这个历史 这是军人 抗日救亡是我神圣的职责 我将不计任何牺牲 坚决的完成我的职责 3月20日 各部进入作战区域 安春山他率领的那八百人 一部分伪装成普通的农牧民 一举混入了五元县的城内 这八百人的骑兵 实际上并没有能够隐瞒住当地的猛汉群众 可是猛汉群众即使看到了 也绝不会告发他们 这就是当时在隋远负责役对老百姓造福利得来的回报 当时八百人到了城门下面的时候 就是八百人中的一部分到了城门下面 本来准备强攻 结果又是和包头一样 四个守城的蒙古兵 一看他们是中国人 表示愿意帮忙 蒙古兵装作有事 需要帮忙叫日本兵过来 两个日本兵扛着墙过来 三四秒 被国军 这个都匕首全部干掉 然后蒙古兵帮助国军切断了用于报警的电话线 顺利的就控制了城门 跟包头如出一辙 就这样安春山率领着八百壮士 一举突入城内 随后攻击日美的重要机关 首要目标就是特务机关驻地 这一下子 五元城就炸了锅了 那么日军的最高指挥官 特务机关长方元中左 在激烈的枪声中被惊醒 他是特务 并不是军人 枪声这么大规模的一响 他就慌了手指 于是他率领了副官卫兵幕僚 三十多人 连忙撤退 脚不粘地就逃出了五元城 据说还是光了脚 最高司令跑了 城内的日美军 群众无首 这个最高指挥官 桑元中左 虽然跑得快 最后也没逃掉 他们逃到了乌梁肃海边 结果被国军追击的骑兵赶上 三十多人拒绝缴械 操枪顽抗 全部被击毙 经过一夜击战 八百壮士 顺利地占领了五元城内 十几个主要建筑 基本上 城内的其他据点都被肃清 剩余的日美军 狼狈地逃入城中 最坚固的囤肯办事处和这个市官前局 这两地死守 但是这两处防御攻势极为坚固 周围的院都被打通连成一片 而缺乏重武器的三十五军 将士很难攻得下来 损失比较大 比如说攻击 官前局的三十五军的营长 闫梦云上校 就头部重弹 光荣殉国 安春山团长也腿部重弹受伤 那么等着交集的副作义 亲自赶到城内督寨 看情况到底怎么样 那么看到步兵强攻难以奏向 副作义特批炮兵第三营的山炮 和额外两门速射炮处战 国军就对这两个据点开始了强攻 虽然山炮的炮弹威力不大 但是他把碉堡轰塌了一部分 减弱了敌人的火力 并且击垮了日军据点的围墙 这样就被步兵冲锋扫清了障碍 国军又以速射炮压制日伪军的火力 再由步兵冲锋 那么官前局在这几门小炮的帮助下 最终被国军攻破收复 但是屯肯办事处那边 日北军高达数百人 火力点又多 虽然日北军已经有了很大伤亡 但仍然在顽抗 国军的炮兵又火力太小 不可能摧毁所有的步兵点 火力点 那么冲锋中国军的伤亡不轻 还要经过惨烈的肉国 才能够取得一点点纪念 那么办事处之内空间狭小 步枪根本就没有射击的机会 所以应用的国军将士 干脆用手榴弹砸进去 但是手榴弹的爆炸范围太大 经常波及进攻的国军自己 可是国军将士已经顾不了这么多了 说国军当时是抱着手榴弹冲锋 有的朝十几米处投掷 有的干脆抱着手榴弹就往日军的人群里跳 然后拉下 苦战一个多小时 用手榴弹声称的把这个地方的日美军全监 那么国军这边也被自己的手榴弹炸死炸伤不少 剩下的二十多日军就被国军将士这种不怕死的手榴弹肉搏战给吓破了胆 最后这二十多名日军跳到了附近的通俗馆躲避 那么国军为了避免额外的伤亡 就直接用汽油桶扔到了这个通俗馆里边 点燃把这批日军全部烧死 至此五元新城 一千多名日美军全部被歼灭 新城收复 那么新城这边战斗结束 但是旧城那边还在打 旧城的守军是伪内蒙古军骑兵第五师 虽然伪军战斗力不行 但这支部队不一样 他是伪军中最有战斗力的 因为他们的骨干是原来 伪内蒙古政权王公贵族的私人卫队 他们守的旧城这个地方的攻势是日本修的 日军的修筑防御攻势还是非常的合理 非常巧妙也很实用 前面有铁丝网和豪狗拦路 然后是一马平川 守备的防御的部队的机枪火力 可以轻松的将被铁丝网和豪狗阻拦的进攻方 打得抬不起头来 但是国军的赶死队员表现出了英勇的战斗精神 当时他们发现已经来不及剪断铁丝网 于是他们就铺在了铁丝网上 让后续的进攻部队踩着自己的身体 越过铁丝网这个障碍 减少牺牲 那么等他们过了铁丝网 到达豪狗里以后 敌人的重击枪要响 打得抬不起头来 这种情况下 如果强攻就必然会有很多人牺牲 但是不强攻就攻不过去 这种情况下 赶死队队长营长赵寿江 拔出手枪 跳出了壕沟 赶死队几百个战士 从四面八方向伪军的碉坡冲过去 你可以打死一个人 但是你打不死那么多人 那么赵寿江营长当时 胸部头部连续被击中 数十发十几发 这个机枪弹 当场就牺牲 但是其他的官兵 冲到了伪军的防御战地里 经过一个小时的苦战 伪军不是敌手 他们被国军将士 这种不怕死的 拼死冲击给吓怕了 他们从防御攻势里就向后溃逃 向后溃逃 那么负责进攻任务 强攻任务 赵寿江这个营数百人 最后仅剩七个人没有受伤 打得非常的壮丽 就在傅格义赶到五元新城 指挥那边作战的时候 新三十师师长 袁庆龙少将 也亲自赶到旧城 指挥他的部下作战 这位师长还在机战中 被一发机枪子弹 击中了首帝 但是他的一线 到达大大鼓舞的士气 新三十师奋勇冲击 经过三个小时 惨烈的热火战 全监了旧城城内的 伪内蒙古军骑兵第五十 收复了旧城 至此五元城 全部被国军光复 国军乘胜追击 横扫五元附近的其他据点 那么战局 已经在国军的掌握之中 下面就是扩大战果 伪内蒙古骑兵第八师 当时国军用缴获的日军电台 向这支伪军下达了撤退令 结果 伪内蒙古骑兵第八师 接到伪到命令以后 放弃坚固剧点溃逃 正好进入到中央军骑兵军的埋伏 最后仅有五百多人成功逃走 几乎全军覆灭 王英的伪汉人军三个师 本身战斗力就差 最后只能率领了数百人成功突围 其余的人不是投降 就是被歼命 日军的顾问团三十多人 也被国军 不是击毙 就是俘虏 五元地区完全光复 那么五元城作战胜利 他另外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就是在城外对包头一线日军反击 进行组结 组结援兵作用的这个当时三十五军部队 而担当这个组员任务的就是101师 董七五的101师 当时打的最惨烈的最艰苦的是在乌家河桥 当时内地阻击日军的这个三十五军部队 那么这个部队就是谁呢 就是101师302团 团长就是后来三十五军的军长郭景云 郭景云后来的下场很悲哀 他当时作为中共当时角力 在华北战场角力的棋子 在新保安被解放军数位兵力包围 厮守二十天最后城破自杀 当时解放军就为了把郭景云率领了三十五军吃掉 逼迫傅作义坐到谈判桌上来 所以郭景云这么一个抗日英雄就被内战 生生的落在了一个自杀的悲惨下场 这是后话 当时郭景云率领他的团 用一个小时全监了乌家河桥日军守军六十多人 把桥梁炸毁 做好了阻敌的准备 那么在五元被国军攻击的消息传到日军指挥部的情况下 包头日军指挥官小岛中将 抽掉了日军两千多人 乘坐巴扇卡车前来增援 在乌家河桥边上 他们发动了对三难二团的猛攻 同时搭建福桥 三难二团在郭景云的率领下拼死阻击 福桥完全没有办法搭建成功 于是日军又改用橡皮阀强度 三难二团在郭景云的指挥下 等到日军进到五十米内才猛烈的射击投弹 日军橡皮阀强度再次失败 那橡皮阀不强 日军指挥官也急了 下令游水过河 这个时候的河水汹涌流淌 还夹杂着冰铃子 跳下去就纯属自杀 就这样日军前后进攻了七八次 有一次甚至一百多日军冲上了岸 郭景云就要顶不住 于是操起大刀亲自上去肉搏 就这样带动着全团官兵 将上岸的一百多日军全部干掉 保住了阵地 激战中 郭景云身中两枪都不再要害 302团在团长这么玩命的情况下 全团玩命 最后连火夫马夫都操起了大刀 加入了国 日军强攻了一个夜 一晚上始终没有成功 反而伤亡不清 后来101是另外一个104 303团赶到 帮助302团稳住了局面 而五元城已经被国军占领的消息传来 港部支三郎知道大事已去就停止增援 但是稍事休息之后 为了挽回脸面 日军又调动了26师团两个大队和骑兵旅团 全线反击五元 这样101是固守的乌家河侨派 又一次遭遇了5000多日军的猛烈攻击 这是5000多日军 那么101是经过两天的防御 给日军造成大量杀伤 但是伤亡也不轻 两个团长 郭景云团长富商 宋海潮团长身中七枪重上 那么傅德义经过判断认为 死守吴家河桥已经没有意义 命令101是撤退 101是撤退的同时 炸毁了堤坝 五元以北地区成为一片汪洋 因此日军在勉强渡过吴家河桥之后 路况发现极差 被迫将卡车和大车留在后方 步兵轻装前进 傅德义顾这个故技重演 五元城再次变成一座空城 日军又拿到了一个空城 然后在行军的过程中 四面八方遭到国军的骚扰和伏击 根本站不住点 港部支三郎 为了避免再一次出现之前五元城的那个惨败 命令日军立即东返 全面放弃这一地区 那么到28日 国军再次恢复五元 五元战役彻底 以胜利而画上的句号 那么随西三场战役 包头随西五元 傅德义整个的指挥 显示出他极高的军事指挥技巧 和殷势立岛的不同的作战方案 他所率领的国军部队 无论在人数上装备上 都是弱于日军 并且从地形上来讲 随远也并不适合于 与日军 这个在装备上具有极大优势的对手 进行作战 但恰恰如此 傅德义却在这个最不能够 或者说最不适合和日军 进行力量悬殊的作战的地区 却打了一个漂亮的系列战役 这就充分显示出来了 傅德义对战机的把握 对敌情的掌握 对战场的指挥 以及他对部队的训练 以及掌控 35军在傅作义的领导下 成为了虽然是出身于杂牌军 但是堪称是国军中的主力 在抗日战场 北方是少数的几支 立下了令国人扬眉土气的 战功的英雄部队 那么后来解放战争中 35军被全歼 这是一个令人非常心痛的这么一个结局 那么我们今天这一集讲的是傅作义 在整个为我们中华民族 为我们国家抵抗外寇进行作战中 他最光辉的时刻 这个时候傅作义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军人的开幕 那么下一集我们就要讲进入到内战期间 也就是进入到解放战争 傅作义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的收听